在什麼時候才開始有國歌呢?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以來 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 一直到1880年 曾紀澤曾經向朝廷提議 說要定立國歌 光水皇帝被軟禁 曾紀澤唯有自己寫了一首歌 叫做《華足歌》應酬愛國人 到了1896年 北洋大臣李鴻章遠赴歐洲 作出一個訪問 外國人當然人家也有一個歡迎儀式 需要演奏來賓的國歌 唯有臨時找了一首《七絕詩》 配了一些古曲 這首歌後來叫做《李中堂樂》 清政府出於外交需要 頒布了第一首正式的歌 叫《拱金歐》 頒布了不久 一個月也不夠 爆發了《辛亥革命》 清政府也結束了 《三絕詩》 《三絕詩》 《三絕詩》